Hello 大家好 今次說一些輕鬆一點 說快要Halloween了 說一些鬼故事 其實不恐怖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害怕 信不信人死後會發跌 這是沙姐經歷 事情是真的 但人是否會發跌 我就不敢說 那時曾經有一個很老的老人家 跟沙姐很熟悉 都住在附近 就是一個朋友介紹 她是一個很有智慧 那時沙姐也有七、八年了 起碼五、六年以上 沙姐剛剛搬過來 搬過來這裡 其實那時剛剛情緒病 開始了 接著有一段時間 接著就搬了過來 政府體身安置就搬了過來 那老伯都說 因為有些事令我很不開心的時候 就是被人騙了錢 被一個很信任的人騙了錢 這樣就弄到破產 然後後來情緒病發 這個事實是有點不光彩的 然後她安慰我 她說 你又要這樣想 她說 第一 過了去的事就不要再想了 第二 她說 你現在都不是一件不好事 她說 你那時候都是七年前、八年前 那時候還未表現到那麼緊張 那時候真的公屋沒有那麼緊張 她那時候就已經安慰我 她說 你想想 現在有一間公屋 你又不用那麼辛苦 一定說要自己出去找工作 可能要去租私樓 起碼 我那時候要找兩萬元以上 才可以租私樓 我說 你現在有一間公屋 其實好過中六合彩三獎 這個事實是不止三獎 有時候可能中二獎 都沒有一間公屋那麼好 她就這樣安慰我 所以我們都挺熟的 然後有一件事 那時候她的狀態都OK的 後來因為一次跌倒 就進了醫院 我們都看她 我就說 等你出院的時候 我們去喝茶 後來她出院 但都沒有什麼弱的 後來有一次就聽到我朋友的電話 她說 喂 她走了 她說 走什麼 她說 原來她在家裡跌倒 那就很快就走了 我接著計一計時間 就發覺好像差不多那段時間 我朋友告訴我她走了那段時間 之後大概六七天左右 我家裡是有一隻大蝴蝶的 但我家裡那裡好像從來不同 不同的 因為我家裡有些特別的材料 那隻我當然覺得沒什麼特別 因為長期看到 或者家裡有一些蝴蝶到處飛 我當然不覺得 但那隻蝴蝶很大隻 差不多整隻手掌那麼大 那隻蝴蝶的蝴蝶 我那時候想法是 那時候她差不多頭七的時候 是有一隻蝴蝶在我家裡 因為她在我家裡的書架上面 我又覺得這麼大隻就不要殺生 我就用個袋套掉它就放走了 但那時候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麼大隻蝴蝶 第二就是我家裡基本上見不到這麼大的蝴蝶 小蝴蝶可以看到 然後我們去她的喪禮 我哭得很厲害 因為我是第二次沒有看到那個人的最後一面 其實應該是第三次 我第一次就在二十多歲的時候 有個同事 我沒有看到她最後一面 理論上可以看到 但是我沒有看到 第二次就是我阿婆 我們之前那天上去見了她之後 她後來走了之後 我們也沒有去到她的喪禮 那次是我第二次的遺憾 第三次就是這個 第四次就是我的貓 我哭得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沒有遵守到承諾 早知道是這樣 那時候一早就約她出來喝茶 結果這個承諾是做不到的 我哭得很厲害 然後完了那個喪禮 我跟我朋友一起搭火車 你知道紅磡火車站基本上是開放的 你知道紅磡火車站是開放的 除了有上蓋之外 其實它不是密封的一條隧道 然後我們進入了車卡 我就看到 又好像跟我家裡一樣的大蝴蝶 因為這麼大的蝴蝶 其實很少看到 就在我的車卡門那裡的月台 停留了 在月台停留 剛剛在我的車卡那裡 月台看到它停留了 然後我們三個飛走了 我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是那個老人家擔心我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會不會 我自己就覺得 可能人死了之後真的會發電 他真的擔心我 所以回來看我 不好意思 這次說到這裏 信不信大家自己衡量吧 OK 拜拜